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 欢迎来到JLIACEA新闻专题报导 我是新闻报导员李承志 今天跟大家报导的专题是 香港最新的失业情况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2022年2月21日公布 香港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的失业率是3.9% 有143,300人失业 疫情严重 失业率估计会再次上升 有见及此 本台在Facebook开通了一个专业 叫做JLIACA免费工作转介及慈善活动专业 该专业会每日更新 除了中文的工作转介外 也有英文的工作转介 欢迎各位有需要的朋友到访该专业 也欢迎转介及非华语朋友 如你有工作转介 也欢迎PN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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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